诶 各位 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民间桥草 我叫名字叫Alex Lee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了 因为我已经走入民间十年 帮助过无数的贫苦的病患 尤其是癌症病患 那么呢 我今天我很兴奋 因为我来到这里呢 我看到这架是全东南亚 不是全马来西亚 全东南亚第一架最快的速度 最先进的radiotherapy的机器 来医治癌症病人 那么呢 这个电疗的机器呢 它是全东南亚第一架是最快医治病人 大概两分钟就可以医治一个病人 radiotherapy 第二点呢 这个机器呢 全东南亚第一架是最少辐射的 那么一天呢 这家医院呢 它可以医治100个病人 for这个radiotherapy电疗 那么我今天得到一个天好的 大好的消息 给全马的各地朋友 这架机器一天可以治疗100个病人 100个病人呢 那么院方呢 就告诉我 他们可以一天拨出50个固打 50个位置给贫苦的病患 那么贫苦的病患来到这里呢 你们只是一个象征式的给一点点钱 或者假如是真正贫苦 经过基金会的审批过后 你们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 一天50个 那么呢 我是觉得 这个是我走入民间那么多年 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意愿 给这个福利贫苦的病患 所以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传达出去 因为呢 我传达出去呢 一个分享一份爱 我救的一条命就多一条命 然后第二点呢 这个意愿呢 它是在马来西亚雪狼尔巴巴林在野 它是保康医院 有健康就是无价保 无价保就是健康 所以它叫保康医院 英文名呢 叫做Bitken 这个英文名Bitken呢 听说在圣经呢 是一道光 一道光给这个病人的一线希望 好了 我不要打这样的广告 其实我来这里呢 我是没有拿任何的佣金的 其实我上班 我都还没回家冲凉 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任务呢 把这个添好的消息 告诉全马各地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去过很多政府医院 有一些贫苦的病患呢 他们在政府医院要做这个 Latal therapy呢 都是在排长龙 但是排长龙之后 有些要等很久 才可以做到这个Latal therapy 假如在医 政府医院医疗的朋友 有一些癌症不可以等的嘛 是很急的嘛 因为他们的癌细胞是很active 矿散到很快的 那么呢 假如是有贫苦的病患 朋友呢 你们可以来到这个Bitken Hospital 因为在Bitken Hospital呢 假如你真的是平出的话 你是免费的 要是你们来到你 越早治疗你们的病情呢 我是觉得就越好 因为越持治疗呢 对皮啊 对那个癌症呢 其实是一个很不利的状况 好 第二点 这家机器呢 我再重申 一天可以给100个病人 做这个Latal therapy 但是院方呢 拿着50个固打 给贫苦的病患 相争式的收费 或者是免费的收费 一天50个 你们相不相信 你们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在吹水嘛 对不对 你们相不相信 你们来到医院 你们自己去 去register 自己去看 你们就看到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不多说 希望 各位朋友们 你们一个分享一份爱 让这个爱传达出去 更多癌症病人收费 更多癌症病人 看到生命的曙光 谢谢